我有幸聽過媽媽和她老公在電話上的最慘 不是我想聽的 因為她剛剛坐在旁邊 他們倆在聊天時間 哇 不是說笑 那種甜蜜的甜蜜 你是想像不到的 甜到不得了很冤氣 屬於所謂 我的伙計會很慘 她還會看著我們兩個 我就算在開會 我老公一進來等一會 老公 How are you? I love you 是尺嘴 如果在電話上我就 怎樣老公 肯定 我愛你 我每天都是這樣 不停都這樣說 我每天幾十次 兩公婆 不只是我 她都是這樣 她打扮一下球 以前那些球友 經常罵她現在的球友 她一聽電話 這樣就走開了 就不聽我們兩個說話 你知不知道 其實她是妒忌的 不過我見到媽媽 跟她老公或者家人越來越和諧 我們都很等你開心 媽媽 這個我覺得 學識了一件事 原來我以前真的挺霸道的 他們讀什麼學校 讀什麼 你又要別人告訴你 那個是你的孫子 不是你的兒子 又不是你的女兒 現在要學識一件事 就是做媽媽和做婆婆 不代表你是有資格去安排她的一切 你只是聽 聆聽之下 沒有什麼人 你就跟父母商量一下 給一下意見 這個是應該 但沒有人有自己的選擇 所以媽媽已經進化成 不再是媽媽 而是一個男人身邊被寵愛的女人 當然啦 我做了這麼多年 現在我和老公合起來 成一百三十歲了 現在我不頂她 兩個動拐掌的時候都要頂一下 現在不可以做一下 只是說一下 我們常常都talk about sex 你知道嗎 說了等於吵了